第一讲 杜福的生活道路及其性格的形成 杜福的家庭环境和李白完全不一样 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官方家庭 和李白是完全不一样 李白他家里大概是做商经商的 他的父亲叫李克 真实的名字是什么还不知道 因为他的父亲是在李白四五岁的时候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移民到四川省江有县青年乡 那么他那个本地人 因为他是外来人 所以就叫他克 我们现在还有都知道中国还有个客家人 对吧 有个客家人 大概那个陈兴旭先生认为 李白的父亲 一般来讲不会起个名字叫李克 大概是当地人叫他叫克 这样才 那么就是说他的父亲 大概不是个特别有身份的人 李白的父亲 大概相当于我们一个军区的司令员 还有排阴本 还有金章本 就是都遇的 大家想象现在已经两千年了 一千多年 接近两千年 一千六七八年了 他的书还 我们还在用 而且还是非常经典的著作 可想 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学者 杜甫是他的十四代孙子 在我们看来好像这个隔得太远了 没有什么用 我的爷爷叫什么名字 我现在都搞忘了 但是杜甫对这个问题可是很看重 那一说就是我的远走 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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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乡里 我不知道你们从萌生来的同学 有没有这个特点 现在家乡里 现在是在很多家点 现在很多别人说我姓戴 我们那个戴家 我那个地方戴家就是开始在重须 重修家谱 你们那底下有没有这个特点 我们那个地方没有出什么名人 好不容易出来给我 所以他修了家谱以后 修了家谱以后 他就把那个家谱专门给我寄回来了 寄回来了 虽然我搞古代文学的 我原来对修家谱我很反感 后来 这些年 我对这个东西 我现在开始出现了很多心理变化 修家谱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延续 而且它不仅是你能够追索你的根源 后来我那个家谱一看 哇 我是从我的原则是从江西 是从安徽搬过来的 是安徽首相那个地方 就是那个黄山脚下 我的原则 原来跟清朝的学者戴政 三百年前是一家 我一直为 一直为姓戴 出了个戴力 我心里很难受 对吧 好不容易又找那个戴政 戴政是清朝最牛的学者 我又看到 我还是从戴政那个家里搬过来的 哇 我又把戴政的机制也买回来了 是吧 你看 原来胡思弄戴政 弄得那么大的劲 我就没好好看一看 看了戴政以后 又喜欢上了清代的修士史 有一次我就感觉到 一个什么特点 我看戴政的机制以后 我感到很惭愧 戴政那个时候远算的高等数学 我自己还远算不懂 看不懂 哎呀 我说好牛啊 是吧 而且他那个时候 他弄出来的那个日识 他算出来的 资格的几秒 准确到这个程度 那我真自己 他那时候搞经学搞得那么牛 那我还能够理解 对吗 他书学也搞得这么好 而且天文学 有点天文学和书学格的很近 他书学天文学也搞得这么好 两三百年以后还比不上 一两百多年以后还比不上他 我就有一点荣誉感 对吧 我就有时想到 我这豆腐就有点理解了 有点什么理解 豆腐老是说我远走如何如何 我远走如何如何 这豆腐很无聊 对吧 我年轻的时候 我说给他死去大语 说这话 我对我的走腹的名字 都没有搞个明白 现在当然 我有家谱以后搞明白了 对吧 这里面我就发现 古人跟我们不一样 还有一种家族的荣誉感 古代人 别人说姓代的 别人姓诸的 别人姓一个姓 他是聚首而居 所以他在那个地方 一种相互的制约 为什么中国古代 后来我就连想他 为什么中国古代 那么喜欢圣男的 后来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一个家谱里面 我原来看家谱没好好认真读 后来我一看就知道 我的父亲叫戴梦梦 子戴梦梦 好我那个戴梦子戴梦梦 戴梦梦旁边就七何晓平 何晓平底下子代位 好 那是万幸 我生那个儿子对吗 要我生那个女的女儿 你到这个地方戴梦梦 何晓平底下就没有了 那好惨了 你听懂了没有 所以他就给你产生一种 没有像我没有延续下的这个感觉 我就能够理解了 没有像现在 我在华城生化大学 我把那个电话簿一翻 好不容易找到几个心态的 互相又不认识 听懂了没有 又不会修家谱 再把那个戴梦梦和何晓平 死的就死了 听懂了没有 我说我也这个事情 想起来 你能够理解古人的文化 你知道吧 能够理解古人的文化 那么因为他是豆腐的 豆豫的第十四代生子 那么元后信传里面就有杜 香阳 大家看看 当阳后元凯 哨子 当然他怎么样 一步步的生下来 一步步的来 一步步的来 你看 一直到 生炎 生贤 唐朝的著名的诗人 武则天时期的豆生炎 杜甫就是豆生炎的孙子 你看这熟悉人 你看他多荣耀 你知道吗 好 他们是武功卫 好 奉田令 他生了 豆生炎生的贤 贤当过奉田令 那个杜贤就生了杜甫 杜贤倒不怎么样 所以杜甫从来不说 他的父亲怎么样 从来不说 他一说就是说 物走怎么样怎么样 听懂了没有 这个人呢 那个追运 追运 那个走宗啊 他往往也有一点 就像重写文学史 重写历史一样 他把那些荣耀的 全部摆在前面 不荣耀地 特遇到成为背景 成为背景 那么 大家可以看得到 他是出生在书香门第 那么一会儿 他的祖父是杜申炎 他常常在说 诗诗物加诗 他跟他儿子说 这句话大家可能你们娘亲还没懂到 好牛啊 你知道吗 这句话好荣耀 好牛啊 你知道吗 他说写诗是我们家里是跟别人不相干 听懂了没有 好牛啊 可惜他的儿子 几个儿子 宝贝儿子都没有争气 现在没有看到他的儿子 甚至哪个人写出 根本好诗过来了 对吧 诗诗物加诗 看来也不准确 对吧 也不准确 杜甫 从他的 他的家事 比做商人 四处柳畅的 李白的家事 要想还得多 所以他对他的家事 特别的自豪 他在近雕表覆 他写了一篇 富 那么他就把他承认到皇宫去 古代有一个轨 就是一个箱子 他把他写的富文 放在那个 就像我们今天的华士小门 那个 那个邮局 那个邮筒一样 我们看我们这个老头馆旁边 也有一个邮筒的 你就把他有一个口子 你把他写东西放进去 大概在半个月一段时间 那个中央的当官 你就把那个打开 把那些诗文 拿去重新 经过一个初步的选择 反复淘汰 淘汰的比较好的 就送到皇帝看 你看 他在那个近雕表 覆了一个序中间 他这样说 那就看看 他说 曾子近代名隐 功后之贵磨灭 顶名之勋 不乎照耀名时 自 先君术 运已将 为罪受业 这个都非常荣耀的 他说 这个城市 在唐乡桌面 他自己称城 其实他什么关都没有 这个时候 他说 自近代以来 我家的事 真是冷漠得很厉害 功后之贵磨灭 再没有了 言下之意 我是个不争气的人 听懂了没有 他说 顶名之勋 不乎照耀如名时 就是说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 我们这个家就没有理下什么功劳 他说 可是 我的家里 从先君 树斗玉 他们都树斗玉以下 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树孽 就是儒家的肆孽 很高雅的事业 我和大家讲 他很小 他年轻的时候 他的身体病不是很好 身体非常磊弱 经常有病 他那个 有一次 他 我们现在来看 他开始这么流行性感冒 当时可能很严重 为什么知道 他是个这么流行病 就是他在 一会三命以后 说他在他家里不好养 他的姑妈 就特别爱 这个 侄儿子 就把杜甫 抱到他姑妈家里去养 去养的时候 姑妈一个儿子 和杜甫 他的侄儿子 两个人同时都得了病 得病一般天 大概以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就特别要烧 很厉害 他的姑妈 就把两个孩子去算命 也算命 算的结果说 只有这个房子 左厢房里面睡的孩子 能够活下来 右厢房 别的地方睡的 都活不下来了 她姑妈 大概有两个儿子 好像有几个儿子 杜甫 他很爱这个子儿子 他狠一本心 就把杜甫放在左厢房里睡了 听懂了没有 杜甫就活下来了 是真的是假的 我们不知道 反正杜甫很感谢 他的姑妈 那么他 他大概到了 后来身体好了一点 他就拼命地读书 读书都得发疯 都得非常的刻苦 当然他自己说 自己也很聪明 我和大家讲吧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很聪明 对吧 他跟家里 他和李白一样 认为自己特别聪明 大概在这个问题上 比李白好一点 也好不了多少 我上次跟大家讲过 李白的很多话 你只能听一听 对吧 他自我感觉是这样的 是不是这样的 你们可以拿出自己的判断来 杜甫他说 他七零诗集状 开口用凤凰 九零书大字 有座成一郎 大家可以看看 他说我七岁开始写诗就了不起 他说我不写就不写 一写一开口就写凤凰 你恨我 你知道吗 他说他不同的常人 大家就知道 那个鬼 罗宾王一开口 七岁也写了四歌 写了个鬼 我 我 去向天歌 听懂了没有 罗宾王 我估计他也 自负 自信的很厉害 但可惜他让人家的自负 自信 就是自吹自雷的话 都没有留下来 懂得没有 他如果 他要是比杜甫晚生 他可能看到杜甫这个话以后 他气得要死 杜甫说 我七零诗集状 开口用凤凰 他字也写得好 他说他十四五岁的时候 就出流汗末长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就参加了作家协会 听懂得没有 参加了私人协会 跟文汤的人不断地交往 大概在十三四岁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身体就开始壮了 他本来走 就是我们湖北的襄阳 但是他从走 杜甫年开始就移住到了 河南拱县的交线 就是今天的 现在 大家估计 河南的拱县 可能还是洛阳的郊区 也可能 因为我们 我这段时间没有看地头 因为我们现在国家 这个地名 总在变化 而且不知道这里 有没有河南洛阳周边的同学 他是洛阳的一个交线 现在我估计可能 跟他是他的一个区域 怎么样的 我不清楚 在当时是文人汇吹的地方 是我们国家经济 条件最好的地方之一 那么 他在这个地方 他是在这个 他应该是杜甫是河南人 走迹是湖北襄阳 杜甫的 在拱县出生 这个河南老 应该说他是个河南人 到了十三四岁 这个河南老 身体就慢慢撞了 撞了以后 他慢慢就懂事 他就喜欢讨好人 那个 他就 他自己说 自己上树啊 爬了个枣树 一日上树 能千回 就经常爬树 爬得很高 爬下去打 跟那些女孩子打枣子吃 显示的很了不起 听懂了没有 一日他从小 这都是典型的儒家经典的教育 河南拱县 和四川江有县 李白出生的家乡 那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李白大家都知道 一生相信道教 对吧 他总是拔日见鬼 他总是觉得身上有仙气 原意在哪个地方 如果他小的时候 在个文化环境 那个 中国 最后科技院 文学研究所 前所长杨毅先生 他有一个中国文学低头 对吧 我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 他是写得相当的好的 杨毅先生最近出了四本 那个 朱子还原 庄子还原 脑子还原 那个 盘辉子还原 墨子还原 我觉得杨毅先生 他那个 中国 那个 无论是还原 还是那个文学低头制 中国文学低头制 他那个 都是开上性的工作 比如说这个 文学低头吧 他就强调 文学的地域特性 强调文学的前习 文学的整个文化精神 就是 就是说中国的 大家看看我们的文学史 不管是现在哪个人编的 包括这些 大家用的 袁先生的 还有很多人的 那个文学史 还有张北恒先生编的 老实说 我认为整个社会方法 都没有头破 基本还是限定在 大家看文学史 无论是李白 杜甫 屈原 陶渊明 基本还是限定在 背景 生平 对吧 思想 技术 和影响 这四个方面 五个方面 是不是这样 基本没有变化 那么这边就实际上 什么问题 我和大家讲 就是每一个 写文学史的人 都李白也好 都都府也好 都没有提出问题来 就是把 都府的 那这五个框框 把都府的材料 填充在这个 五个框框里面去 对吧 你说都府就是现实主义的 你说李白 就是浪漫主义的 是个什么样子 谁个都不知道 鬼才知道 浪漫主义是 19世纪欧正人搞的 这么我们一千多年想的李白 就按照浪漫主义的那 就写法写作 那不是好讲鬼 对吧 想让是有问题 都府 也是这样 19世纪的现实主义 都府怎么可能 按照现实主义 那个方法去写作呢 对吧 这想让是 就是我们用西方的 这一套价值标准 来套用 来规定 我们的古代诗人 这个肯定是 有一点问题 有一点问题 就是说 地域很重要 一个人出生在什么环境 什么背景中间 你的是很重要的 杨靖先生写那个文学地头字 这个地头文学地头 我觉得有很多很多新的东西 有很多新的东西 最近杨先生那个四本 这个还原了 柱子还原了 最近他中华社会院 杨先生他给我寄了四本过来 他说22号在北京开一个会 开一个会 我这几天在家里看他的书 有四本这么厚 一下子就拿出四本了 他帮我十岁 六十多岁 我这几天看他的书以后 我很不过站在地上去 我活了算了 我遇到年轻十岁的 他一下子搞出四本来了 在这里让我觉得 大家可以去买它看看 应该大家受一点吉利 他是搞现代文学的 现在一直搞到古代 搞到先秦 一下子就出四本 一下子出四本 真的是而且很多很多新的方法 很多新意 那么他那个对文学的地头 我觉得很有道理 比如说你把他的四川江游 那个地方 他就一直是道教非常兴盛的地方 而且是湖汉 湖人和汉人杂居的地方 一直到中堂的时候 白居一写长恒国海说 四川道士 林雄克 大家记得吧 能以金城 自魂魄 他那个时候 刀教那么极端的兴盛 他长到那个地方的人 别人说 在一个基督教非常新 非常非常的虔诚的那个地方的人 很多人就相信基督教 这不存在问题 对吧 我是毛主席 教育出来的这一代 我的弟弟先生到美国去了 他在美国生活工作 孩子都在美国出生的 他们一家人都是基督徒 我的弟弟说 新这个家吗 跟我打电话来 我说那打死了 我就不信任何教 我说我这辈子什么神都不相信 我就相信我 原因与环境与地域与时代有关 那么杜甫出生在中州中原地区 出生在河南拱县 出生在洛阳的郊区 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洛阳的郊区的环容的成斗 在当时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成斗 相当于今天的上海 比上海还重要 它是国家的第二个首斗 叫东斗 大家都知道的吗 非常之重要 而且我和大家讲 牛大概是什么程度 我和大家讲 河南人应该感到自豪在哪个地方 比方说唐朝 唐朝第六的作家中间 有大概是60%还是70%是河南人 你们今天瞧不起河南的吗 说河南这个地方 说好不容易搞这个上河南 上河有受热金 对吗 大家都气死了 当年的河南科是不一样的 比方我们今天的中国的工程院里面试 和科学院里面试 有半是50多的是浙江和江是有两个省的 其他的都没什么人知道吗 湖北连强可以打开中部六丘的 即使比中高点也高不了多少 你看看那个浙江都扭了你知道吗 随便一个烧行不再搞出多少人来来 你知道吗 地狱 我就说文学地图这个东西很重要的 很重要 我就想到家族也很重要 别人说你们注意一下 如果这个家里头的哥哥一考 就考上一个好大学 他的弟弟他的妹妹父母都考上去了 如果哥哥一下子没有考上大学 你知道吗 他的妹妹就想 哎呀考大学好难啊 听懂得没有 开番家也考不起来 福德也考不起来 听懂得没有 这才华没有关系 一个人就是一口气 好 我再说 我再就讲 那么忠仰这个地方生 儒家的理性精神 这些 占主流地位 这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 总是在最发达的地方 听懂得没有 占统治地位 那么儒家是一种非常理性的东西 孔夫子开始就有很强的怀疑主义精神 很强的怀疑主义精神 别让人家问神 求神问说 问孔夫子的神 孔夫子说 既神如神在 言下之意 孔夫子说 你要记 也可能有吧 听懂得没有 强大师的意思是说 你要补记 也没有什么问题 听懂得没有 你要信神 可能就有神 你要补信 也可能就没有了 孔夫子这个东西 我和大家讲吧 决定了这么大多数人的 对这种信仰的态度 我的母亲也信佛 我总感觉到 我们冰了他才去烧香 真的是这样的 没有冰 好像他就搞忘了 对吧 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态度 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态度 我们中国人很多东西都不虔诚 当然现在对共产主义可能虔诚一点 我估计共产党员 对吧 我是个非党员 我总觉得共产主义这个东西好遥远 听懂得没有 共产党员肯定很虔诚 对吧 好 我和大家讲 那么那种经济的发达 文化环容 文化的发达 儒教思想 作为一般 世人的行为准则 那么 是杜甫 那么一种清醒的理性 他把它作为 他安胜匿名的准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